會擔心他的體力嗎? 沒關係就講這樣 好 沒關係 你也教我招該怎麼講的 你就附和我就好 或是我附和你 那你對這兩個ZJ有什麼看法? 恩...我覺得... 過骨的話還是比較... 強吧 為什麼叫命運淘汰? 背的JJ啊 哦... 他兩發雷克16%了 不過在路卡路面前趴數好像是... 前面是沒什麼搭 哦 很漂亮的唱歌 兩個都現在拉就吹了 可是狼碰一碰不知道就80%了 好痛 這角色好強 對啊 對 狗狗隊已經 對 啊 抓個背了 哎呦 就雙尼自己也有用一些狼 嗯 而且加上國外很多狼 常玩關做比賽的話 噢 看得很準 好強到歐拉 對 哦 30 40 50 哦 哦 這路卡路低%的COMPO 剛才說 哦 80%我打到80%了 好痛 剛剛是不是都沒打到他半下 對 完全沒有半下了 對 呃 這邊要保好 啊 啊 這個回場真的很難推啊 沒辦法跳都被打掉了 他直接上逼這個血量 喔 剛剛走路想要轉身抓這樣子 對 可是現在沒有WOVA了 所以 可能會變變鬆 有點難殺 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有了 這個有了 阿貝爾還是夠力 哦 想要內的雙 沒有太棒了 沒有 危險 哦 高回場 感應 換造還滿不錯的 那你剛剛要送給你 有 目前雙尼還是領先的利益 對 但雙尼必須要保好多人 他的現在這個比... 因為他的All Right要保住 對阿 因為基於Disney他有打瑪利歐 所以他很會追那個人家翻滾的 嗯 很好的那個抓 雙尼沒有選擇值得跳回來 對 哇這個殘留好多 還沒還沒 哇 就是頭又落出來了 給你講 那個這個椅子 椅子拉過來 好 這個Dexy 這是第一場 喔第一場喔 對對 但目前是雙尼六個 喔 還不錯 不過路卡六這個趴數比較難殺一次 嗯 路卡六大概60趴才會有那個 那個就是 他的體質好像要到60趴 哇太好殺了 你被打臉 嗯 那個 也許那要擺得很痛 厲害 啊 恭喜 恭喜 莊尼獲勝 恭喜莊尼拿下第一場 對 恭喜莊尼拿下一局 第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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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換這個 前面應該都是蒙多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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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剛剛已經講了不少 好 後面好像勝部幾乎都會放直播台 好 好 好 那我們要進入第二場 第二場是在終點 不知道欸 我覺得 因為 據傷你所說啦 路卡六 有平台的時候可以流 可以動的比較流暢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 終點也許沒有要發揮路卡六的優勢 那我們也看到 一開始 Dexy就給他 一個接技 然後讓他來到78趴 剛剛 剛剛莊尼的動作很堅缺喔 一定要那個 打 被 被那個 臥服的 內爾弱判打到 一定要往外滾 因為 往內滾他可以抓 往內滾 或是原地 瘦身 那他可以用 直接用 當內爾抓的 當Smash抓的 呃 唉唷 一個內爾 兩個其實趴數不是別人接近的 那 這個趴數其實 路卡六相對危險 不過 唉唷 唉唷 這個 這個 回的有點太急了 其實有時候如果 不太擅長 因為路卡六那個難操作 可以直接 換一個比較直的角度 因為那距離很長 對 唉唷 這個 31% 彈上去 喔 一個 直接給他一個 那個 其實這個聰明的做法 他在終點 一起生 就給他一個 前Smash 因為這樣的話 因為路卡六的 前Smash 在 做動作之前 會往後 往後一下 往後 一下 那其實可以 騙到那個 剛剛那個角度很好 那 那 我們來看 內爾街 前 衝錢 那 路卡六 已經到一百 喔這個抓的很準喔 唉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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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ety 這次很 很能抓路卡六回場 所以沒辦法 就是 就是這樣 喔 哇靠 這個 這2分真的很準 好強 呃 那 Dickety 這一場就是 打得很快 然後很差點拿下來 那 我們可以看 第三場是怎麼樣 嗯 兩個人依然沒有換角色 對 對 那 那 我聲音如果有問題的話 要可以跟我反應一下喔 我可以做改善 我可以做改善 焦躲 這兩個人要做立揮 喔 先射槍拿8% 18%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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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ety先拿下了 呃 54%的優勢喔 不過 張妮馬上就破了他 不過 現在這個%數 施魯卡六 正常體質時會有的威力的%數 他在 0的時候 他的體質其實是酷的 但他所有招都打得超不痛的 那 這個 有一下 這個 剛剛這個 手邊很漂亮喔 對 現在 我不要趕快收掉這條命 不然會蠻辛苦 對 剛剛桑妮的反應很好 因為他這樣 如果他沒有收掉那條命的話 我會想要反擊 有時候就是 雖然不成功看起來好像 是錯誤的決定 可是有時候就是 你也不知道隊友會怎麼樣 好 喔 給他送個44% 是不錯的%數 當你能夠繼續維持這狀態嗎 我覺得魯卡六 是那種 很需要領先 要帶命數領先的角色 不過沒有 不過也好啦 這個順序 但是對魯卡六 是好 就他 對手先掉一命 自己掉一命 對魯卡六 對魯卡六 是比較好 因為他的%數 會讓他的威力變強 那很多東西可以 可以說 有可能最 更威脅性 這樣子 然後一個Nair 再一個Nair 那其實兩個都打蠻接近的 現在的話 我發11% 唉唷 想要 這個聰明 這個彈上去 最後的時候好像有 把角度往上 調一點點 所以變成說 喔 這個漂亮的Mail 漂亮的貝爾 是懲罰 剛剛Dixie 比較 比較 比較不好的 上Smash 喔 直接這樣子 打下去 昌明 會希望說 他 能夠 把握出這%數 然後Dixie 就會希望他 就趕快 收掉這一命 就不然的話 這情況會怎麼妙 對這次來說 兩個都是 喔 直接這樣子 這個很準確 不管是LucaRioMan 喔沒有殺 這個Sony來說是 好消息 然後 直接回到場中央 現在Dixie的壓力非常大 對對對 他要想辦法 弄到一個東西 然後殺 喔唷 這個 喔 一個 喔唷 這個Dixie這個抓到了 剛剛那個Sony的落地不安全 所以就給Dixie找到機會 七十一趴 你剛剛等了一下Sony的閃 喔 這個又是一個 像 哇靠 九十六趴啊 我是不知道LucaRio這趴數現在怎麼樣 可是 應該對 Dixie來說滿不妙的 那六十五趴已經是LucaRio正常的 喔唷 可惜了 這個 喔 一個漂亮的 在半衝中的 喔唷 這剛剛那個 這打到不妙喔 喔 想要直接給他來一個 Cubbing Grab Cubbing抓 喔喔 133趴 喔唷 這個Dixie剛剛沒有抓好 那抓準的話就是Dixie拿下了 100趴 133趴 其實兩個都危險 喔唷 因為Walk 旗加林不能這種小區 哇靠 這個後摔 沒有沒有還沒殺 這個 喔喔喔唷 要早殺 這個會殺 沒有還沒還不會 這不會殺喔 不會啊 喔唷喔唷 1214 喔唷喔唷 這個是 阿唷 可惜阿 沒有 剛剛那個 當你想要直接 做安全的事情 然後就 沒有懲罰到那個 關鍵的那一個 不過沒關係 還有機會 兩個 阿唷 直接抓到滾了 這個 太可惜了 打得讓人好緊張 兩個都打很精彩 喔唷